这里是新疆北部火之途的地方 本来8月30号是古丽生日 因为要配合她姐姐和她妹妹的空闲时间 所以推迟了一天 昨天下午古丽就提前回黄田了 我是现在才刚刚过来 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 现在刚刚到她爸妈的小区买了些东西 这个是给她妹妹买的鞋子 因为古丽的生日礼物已经提前送给她了 这个是古丽的生日蛋糕 还有一袋牛肉 这就是古丽爸妈的新房子的小区 依然是干干净净又安安静静 把热酒我们上去吧 走喽 阿姨 来了 肉棒拿一下 汉米瓜 汉米瓜干 这个我知道 我在网上看到过 没吃过 这叫西梅是吧 是你上次跟我说 说新疆有西梅 我就网上查了一下 就是这个东西 西梅长得很漂亮 跟李子长得很像 但李子是圆圆的 西梅是有点 是椭圆的 哦呦 冬松下草 南宝式葡萄干 这么长一颗一颗 我吃两个西梅 这是你跟我说什么 啥 我天 撒黑西撒黑 鹿肉 吃过马肉吃过驼肉 今天可以吃鹿肉 你的生日没白来啊 南宝 这个新疆特长跟我一个一个说 第一个是什么 枣架核桃 枣架核桃 第二个 酸奶八大木 酸奶八大木 嗯 这个是什么 杏仁 杏仁 五套香蕉 五花果 五花果 南宝式葡萄干 嗯 东虫虾草一样 这个 这个是绿香菲 嗯 对 不知道 这个 这个是你们的 这个桌子 对我就不知道 方糖 方糖 这个是 杏干 吊死干那种 最好的 再来厨房看看 今天是有 这是鸡是吧 鸡肉 你们这个鸡肉这么漂亮 方方正正的 嗯 这个是牛肉 刚才带过来的是吗 嗯 看来今天有大餐吃 还有火锅 还有火锅 今天过生日吃火锅 新疆大阪鸡调料 你没见过 这个是你们维吾尔州的调料 嗯 你姐姐和妹妹还没男 我姐姐来了 你姐来了 我来 姐在哪里 姐 没看到 哦 姐在房间睡觉 妹妹还没下班 下班了过来是吧 啊 我说进来只有你和你妈妈呢 啊 好 还有触摸呢 可以啊 那现在会用高科技 现在到了哪一步 这法技 绝对好吃 我做的啥吃就可以好吃 我这么自信 连山上买过来的草药 就这个 嗯 您ensemble 你们是怎么样泡茶喝的 做给我看一遍 接着放进去 应该有专茶跟他一起 哦 专茶和这个草药一起 我听那个你跟买妻认识吗 我听你跟买妻说过 他们也是这样喝 就是每次过去就是来一年的 因为到夏天才能有冬天没有 这个半圆是我的地盘 桌子可以变形的 变成圆桌这么大 你的地盘哪个是你的地盘 这个圆 有大盘鸡 有手抓饭还有火锅 这个抓饭就比较正宗了 就是饭馆的那种 饭馆吃的就这么大一盘 现在开饭了吗 不等你妹妹过来吃 可能一会儿走了 就这样一人一小碗手抓饭和大盘鸡 他们的家规比较严 吃饭时不能大声喧哗 这么久没见他日生了 太羞了 老婆 找哥哥干嘛 现在变乖了 变害羞了 这个是你的 妈妈的 哪个是你妈妈 现在听普通话都听得懂 可以 比六都没有学商店 比六都没有学商店 跟比六学习 现在上拖儿说的学了不少知识 比六 这个呢 没有了 没有了 去哪儿了 现在普通话学会了不少 这是我的 比六跟我说话 一般普通话一般韦语笑似的 他也知道我听不懂韦语 比六要去干嘛 怎么了 我家家的那个小酒前面有很多感情 看一下 我家家的那个小酒前面有很多感情 我家家的那个小酒前面有很多感情 比六要哥哥去干嘛 要去干嘛呢 赌杠 赌杠 去商店是吗 赌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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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长大了也不叫爸爸了 他知道叫叔叔了 叔叔了 有时候叫叔叔有时候叫哥哥 反正现在不叫爸爸了 还有时候叫李飞 还不是你教的 他叫李飞都是你教的 我跟你讲 你不教的 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哪知道 他一看我他就教你 我就很好学 我问他 在边 我问他 真的 文字都为我报仇 一进超市就给两个小娃娃 买了将近一百块钱的东西 拿走了 吃吧 现在可以吃了 走了 拿起手 李飞 你等一下 看我想听他一下 他现在叫我叫什么 李飞你叫我叫什么现在 我 你叫我叫什么 你先叫 叫什么 不是 你翻译给他听 叫哥哥是吗 叫叔叔吗 叔叔 现在叫我叫哥哥和叔叔了 就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叫爸爸了 这也是黄田的唯一一条主干道 这路边上 今天有集市 这个集市是来鼓励姐这家小区门口 这个空地上 摆了一排 大概有看一下 大概长度有个500米左右 这家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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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 水果 那边还有烧烤 她姐姐家这个小区 以维吾尔猪为主 大部分住的是维吾尔猪 汉猪的比较少 还有茴猪 带两个娃娃回家 现在都叫我叫哥哥了 叫哥哥怎么 姐姐是吧 什么 姐姐手指是吧 手指头掉了 我手指头 哎呀 长嘴 嘴咋那么一样 呃 呃 这只来指甲盖掉了 看一下 这只指甲盖 呃 缺 它这个缺什么维生素 好几根手指头的指甲盖都掉了 这两个手指头已经 这四个手指头已经掉了 就是啊 这就是平时飘食的结果 那就缺各种维生素 他说什么 还说他想做不甲盖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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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甲盖 他给倒鼻 哎 一个神经瓶 你骂我们是神经变的吧 啊 哎 对这样要教育的 这是姐姐 唯语都还没有说清楚了 只要说温泽话 我才 你 你 动 动 你才你动 哎 这个有意思有意思 唯语和普通话都还不会说 就学会了一句温泽话 你给你动 你也动 啊 哇 它说的很准呢 你再来呀 啊啊啊啊啊 热酒把他抱起来 我们回家吧 啊 啊 姐姐抱 啊家 啊家抱 啊 啊 要我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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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这儿孩子了 热酒今天第一天上学 嗯 我 我在这儿等车呢 等到你了 哎呦 等我的公交车了 哈哈哈 等你的公交车 现在 先不回家是吧 嗯 你现在有没有地方去啊 没地方去 看在这个棉花地里面 那你停在这儿 我们看一下棉花地 嗯 哇 今天热酒第一天上学 你也穿的很好看啊 特意穿的这一身 送到上学是吧 还行吧 看一下棉花都开了 不知道 这个季节都要使棉花了 嗯 哇 真大一片 好像前面我看到了 那个上面的火车轨道 是从内地过来的 嗯 我记得我从内地过来的时候 就是那条路 前面是热酒的学校啊 嗯 这个棉花已经成熟了 要摘了啊 好像 嗯 开始吃棉花了 冬季天以后 每个周末的时间 嗯 我们休息一天时间嘛 嗯 就那个时间我也过来吃棉花 赚钱了 你也过来吃棉花赚钱 那个他这个钱怎么算的呢 嗯 一公斤一块八 哦 你摘一公斤的棉花一块八 嗯 这一公斤得摘多少 这棉花轻轻的 看一下 哎呦 正正的新疆棉花 我第一次见 这么轻 一公斤一块八毛钱 你这一天能够摘多少钱呢 大概 有没有一百块钱呢 你说 你们女人应该要少一些 一百斤左右 一百斤左右 也就是五十公斤左右 一公斤一块八 那就是一百块钱不到 反正我那边上班的工资比高一些嘛 对 比你上班的工资高 你上班一天才六十块钱 我已经习惯了 就是 我跟你不认识的时间也是这样 每个周末呀 休息的时间 我都过来吃棉花赚钱的 以前也做过 以前都做过 现在料开始出来啊 自己带上一点磨磨 然后再一瓶水 就这个棉花地里面做着吃 中午 中午也不回家 晚上再撑完 撑完棉花以后就回家 这是它的核桃嘛 这是什么 这是它的核桃 今天我们新疆的棉花 看出来是个很好 桃子很多 桃子很多 现在我们不是不忙了吗 很少在发货嘛 我到时候过来这边吃棉花 这时间 你也帮我试个棉花 没干过这个事 累死了 你试棉花看看吧 我也试棉花看看 锻炼一下是吗 我们还是走吧 这个带不下去 带下去 你等会叫我试完棉花再试核桃 人都累死 姑娘像你们维族人结婚 有没有用新疆棉花 做些什么东西采你呢 比如说汉州人结婚 我们也是要送一些棉被 棉被之类的 也是要质量好的 西方人的特别多 特别多 枕头 被子 肉子特别多 都是新疆棉花做的 哦 那不是贵司 南方拿过来就是 四个被子 四个肉子 还有枕头 什么什么的 地毯呢 女方也拿过来就是 几双几双 反正很多 反正那个也就是 刚 南方和女方的 被子和肉子 就是新疆棉花做出来的东西 就是一拉车呢 一拉车 你们新疆棉花做那些东西贵不贵呢 贵啊 在新疆也是很贵的 难怪了 这边还有红枣呢 红枣 我刚才地上看到这么多树 是什么东西 红枣吧 就是红枣是吧 掉这么多红枣 那这棵就是红枣树了 嗯 树上倒是没有几棵 看一下 但地上很多 这是红枣树吗 我一棵红枣都没看到 你是咋认出来的 那不是吗 红枣树有色呢 这个小树林漂亮 适合约会 地上全是红枣 小树林 樱樱樱樱又隐蔽 适合约会 进来逛一下 这种地方是啥多美啊 哎呀 这个是红枣树 低头低点走吧 你看一下这个环境 是不是很适合年轻人约会啊 安静 顶密 不合适 咋不合适吗 安安静静的 还不如再去那个公园里 你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公园了 你这也看一下行 你看啊 这大片叫什么 白花树 白羊树吗 什么树 这大片白花树 你说多适合 在这里面上上步聊聊天 逛一逛 走吧 你说你穿着高跟鞋 这个路不适合你的高跟鞋 那我们就换另外一个地方吧 这个路太多了 来那个 如果你结婚的话 跟一个维族女人 结婚的话 准备一下就那个 新疆棉被什么什么的 差不多在一万块钱左右了 一万块钱左右 一万块钱左右 我估计那就暂时结不了婚 我 你是还不知道 我 我爸爸不是生病了吗 哎 李哥 我还不是说你爸妈是啥亲号 以前从来都没讲过 讲过我就是 啥了 我妈妈走了几年了 哦 去世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 就是她走了几年了 然后就我爸爸一个人在家 我爸爸妈有心脏病很严重 我问了一下得花 得花二十何万 就是十大几万 将近二十何万的费用 我也出不起 所以现在每天在吃药 每个月的药钱都要一千多 没办法 所以说你说叫我现在结婚的话 也不现实 一次半会儿我还结不了婚 没关系 你努力专劲 先把老人中药 把他的病治好 然后再结婚也不迟到的 四十岁年轻嘛 慢慢先把病治好 然后再结婚也不迟到的 我这样四十岁找一个 你这样三十五十也真好 哈哈哈哈 这里面很漂亮 主要是没有太阳很凉快 我想我进了一个多加深夜 刚才说的那个国首下面 比这边约会挺好 这边约会挺好 我就是说新疆这一点很好 外面太阳的地方很热 我一进的好凉快 那边坐一坐 休息休息 可以约会 谈谈情 说说爱 完美的地方 太舒服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要嫁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从那也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 我呢 想的就是 我不喜欢对方有那么多钱 两个人努力转圈就行了 第一 人善良 第二 就是不难 不难 勤快 不难 勤快 我不需要那么多钱 甚至负债也可以 最重要的就是 理解对方的心理 你们咋说呢 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 对 你这指着我在说 你这是 然后在保护自己的女人 现在也不需要打架 是不是最好也是这样的 反正我要求不够 平平安安过日子就行了 你一家人开开心心 平平淡淡 就 也不需要 还有一个是对我好 我们有个就是有个度 先以教育为主 教育不好 你再不听就得打 这才是对小孩子好 这一点你 你认不认同呢 是吧 就是啊 所以我对你娃娃不错吧 但他为什么他对我那么好呢 天天缠着我 今天看出来啊 是吧 啊 那比牛都叫我叫爸爸 不是没有理由的 他不可能瞎叫一个人叫爸爸 哈哈哈哈 他说明比牛也喜欢我 是不是啊 啊 小孩都喜欢你啊 就是吗 小孩都喜欢我 你爸妈不喜欢我啊 你有没有问过你妈妈吗 我自己去的时间问了 嗯 他好不好 他在干啥呢 什么什么 妈妈妈问我 好不好在干啥 嗯 说明就是 只要不说我坏 那就是好了吗 嗯 休息好了 我们就买个菜 回家做饭吃吧 你不要了 哇 哎呦 哈哈 你也悦了吗 现在是晚饭时间 走吧 走 你是怎么看出来有效果的呢 我摸做饭就想起来 哈哈哈哈 比如说一天这样自己做饭上这样 摸做饭就吃了 嗯 嗯 哈哈哈哈 哈哈 就吃一次就少了 你这个心理作用 两次也少 我也只吃了两次 心理作用 你妈妈本来脸皮就薄 别擦擦 擦破掉了 哈哈哈哈 所以拿过来还没喝的 就热了 就热了 一天摆上 枸杞为什么要放在桌上晒着呢 有点软了 可以干以后再包炸喝 你们这个操作方式看不懂 这是哪里来的月饼 还有这样的 哎你们也吃月饼吗 嗯 我以为你们不吃月饼呢 吃了 现在 煮食里面还够了一个月饼 你知道在那一口吃谁呀 那你这么说我不吃 肯定你咬的呗 妈妈咬的 其实是我咬的 就这样一顿饭 一小块蓝饼 一个蓝饼吃两天 好吧 有时候三天 嗯 昨天新裙子难关你穿的时候 一边穿一边在笑 那么开心 有新裙子就开心 没新裙子的时候 一边穿一边流眼泪 走吧 我想起一个童话故事里面的小女孩 你卖我 是小女孩 我看你不好意思关心口子 那你叫小外甩 我想的是什么公主 她来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嗯 你就是小女孩 是啊 小公主嘛 是吧 关灯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新疆哈密最大的一个水果市场 来看一下你们经常买的葡萄干 新鲜样子 做成葡萄干 成绿香菲是吧 就是 这个是黑柴的 是的 嗯 这个黑柴的很新鲜的样子 早上这个市场里面人特别多 手都走不下 车都慢慢叽叽的啊 这就富尔的香菲 这个长得很有个性 叶子 是什么 喝的 不能吃 只能喝 它里面有肉可以吃 没见过是吗 第一次见 是新鲜的样子 那多钱一个这个 哪一个 叶子 这种食物是吗 它没喝过 因为那个里面它就是椰子的原汁 从来没喝过 对 喝一喝吧 它就尝尝 对我就是说这个意思 啥再尝一下 万物皆可尝 这边是一种水果是吧 对 对 海南那边呢 对 马路上都是 喝的惯的人好喝 喝不惯的人就很难喝 反正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喝的时候都要加一点点糖 大植物是吧 吃饭 吃饭 好喝吗 在他买豆腐摆地下买买了 太不卫生了吧 啥 豆腐摆地下买 豆腐 热酒说这个是豆腐 你 喝 喝叶子喝的有点创伤了吗 是吧 我是不是猜对了 我说这个新鲜核桃 这就新鲜核桃 但是你不要动它会把你手弄了轻轻轻轻的 你可以的起掉 写了这么多 结果翻译就是原价254 活动价98 嗨 新疆特产超市 看一下 成维吾尔产品 所有产品的包装上 就是双鱼 跟去中亚一样的 我记得中亚几个国家 全都是这种样子 风格是一样的 古典我问一下 你比如说它这个巴亚湾美食 你们维语是倒过来的是吗 是吧 就是这里是巴亚湾 这个后面是美食 是烤菜的 这也是一样 羊蹄捞面 后面也是 羊蹄捞面 羊蹄捞面 这也是羊蹄是吧 这个单词是羊蹄 这是拌面 嗯 倒过来念的是 大盘鸡 为什么大盘鸡这么短 中盘鸡这么长呢 这个发音少了 嗯 这个发音少了 发音少是吧 嗯 嗯 就大这个 这个没加上大的 啊 这个其实没有加大的 就加盘鸡 嗯 熊那么就加盘鸡 中盘鸡加盘 我们点的这个叫 加长拌面 就这个 15块 也算是最便宜的了 因为下面都有烧烤 点赞 关注 转发 今天是周末 我们上班 呃 出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哈密的 乡下 奔径 哦 路边上 看见了 你在度假村 这个农家的很好看了 漂亮有个性 你叫什么 那么大几个字 那就是慢绿度假村 啊 看一下 他的菜单就在路边上 啊 不然大家觉得这个贵还是便宜 我觉得还行 他度假村价格比较清明 没有这种明显的窄克现象 这里有种植棉花为主吗 这么大一瓶棉花地 杀枣 杀枣 啊 杀枣 啊 啊 难怪你跑过去啊 又跑过去再杀枣是吧 啊 我看你经常卖杀枫蜂蜜 我都不知道杀枣是什么东西 可以吃吗 确定啊 不要骗我啊 可以把皮扒了 也可以不扒皮 我们看一下这个杀枣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这个样子 跟你像小金居 这个杀枣蜂蜜就是用这个做成的 确实这个表皮沙沙的明显的一层磨沙感觉 看我们看热酒怎么样吃的 他把皮扒掉吃 也可以不扒皮 也可以不扒皮 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呢 啥味道 肯定好吃 我还是吃不习惯 他有一种沙沙的感觉 好多 我听到了公鸡叫 有这么好吃吗 沙沙的感觉吃到嘴巴里面 在吃沙子 我还有两个给你吃吧 我有点吃不习惯 我特别好吃 那是因为你现在已经人肯定吃了习惯了 但是沙沙蜂蜜我喜欢喝 很好喝 好不容易鱼说啥到书 让我吃一几个啥 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不吃 他也会没有吃 这就是为了吃上刀山下火海 我要吃就可以这么拼 喝 给 刚才我们十分钟左右走了以后 马路上两边都是红枣林 反正整个这个马路上的两边上 全都是个红枣林 哎呦 看一下这边红枣树了 先去我们看一下 进去那瞧一下熟的红枣 看这边满满全都是红枣 花园子上的农民 全都在种这个红枣树 种过哈密瓜 就来这个靠赚钱的 每年都这个红枣树了 哈密瓜树了 他们把全都在花园内地 继续往前面走 看一下一个更好看的地方 走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哈密河国家市的公园 哈密河市的景观 原来你们哈密还有哈密河 你说说你看骆驼刺 骆驼刺 它为什么叫骆驼刺呢 有很多刺嘛 那你看啊 骆驼刺是 骆驼刺是 骆驼在山漠中不可缺少的食物补充物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骆驼刺是吧 这么多刺 这个 我还以为说这个你看这么多刺以为是骆驼刺 这个不是刺就是草 原来这个小小的骆驼刺 这个开的花特别好看 这个羊也可以吃了 叔叔 看肉虫融 肉虫融 就是我们上次在天上上看那个东西 它也是长在山漠上的 新鲜的肉虫融是这样子的 我还没有亲眼看得到 看一下这个这边的公园 一个人都没有 而且不买门票 免费的 沙山 你们内地的公园人很多吧 看这边人都没有 停车站宽宽的 安安静静的 随随便便旅游都可以的 看一下这边有一个神船 圣拳 你这个读的 圣拳 现在读对了 圣拳 刚才妈妈圣拳 转了一圈啥也没有 就是一块石头 放丢了 上上了 小的朋友 要抱 这么大的腦要抱 你站在上面看一下整个 看能不能看到整个哈密 今天天气热 可是这边来到就是感觉还舒服 到处都是个骆驼 看一下整个风景 哇 太美了 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石头上面的那个古代的船水 哎呀 我刚才跟热酒两个 从最下面 一直爬上来 爬到这个景点的最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四周年一点水的影子都没有 全是戈壁滩 这并且这一块地是戈壁滩上的一个小山坡 这个山的顶上还有个圣泉 有水的 因为这个水特别清凉 可以喝的 这个人说比我们的自来水挺干净的 对 这个要比自来水干净 它这个地下水 按道理来说 这个泉水不应该这样用 我们想提醒它的 因为缺子今天太热 这个船水比我们家里面喝的自来水干净好几倍好几倍 对对 可以喝的 而且在这边来的游客全都在 知道这边有船水的人全都在这边过来 就这边拿着几口喝个水洗个脸 然后再带好那样瓶子的 把瓶子上带回家 就做饭呀喝茶呀就可以了 这样子是吧 这边来的游客 全都在那麽高的地方上来上过去的目的是喝这个船水的 上来就是为了喝这个泉水 对 我看到他们这个山顶上这个树上画了很多红布条 这个我了解过 是他们这边很多人呢 有个信仰 就是为了祈福 把这个红布条挂在树上面 就保佑家里面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就有个祈福的作用 叫你跳的时候不跳 现在自己在那边跳舞 这个位置基本上就处于哈密的一个郊区了 全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和戈壁 长花瓣一开花头 安下 哇好舒服啊上面 哇太舒服 但是 那边有一个床 有一杯水酒 哇 躺着水 时时刻刻老子里面就想的是床 去哪里玩都是想有一张床 要躺习惯了 不是开这么好的 刚好有棵树 在这树下面特别凉快 有这么大的风 但是前面呢 太阳下就很热 所以我们站在这儿不想走 因为这个树林下面太凉快了 这边有野图呢 然后在那核比核 全都在沙漠上游 什么核啊 核比核 核 核啊 核 我说什么核呢 我听成什么核 核比核我听成什么 还有那个尾巴上有那个什么 一个毛的那个东西 像老鼠一样的 热酒 翻译一下 妈妈说的啥 尾巴上有毛的 有点像那个啥的 有点像那个老鼠的 可他的那个尾巴很长 然后在尾巴上面有这么一个毛毛 这么大大的一个毛毛 特别好看 就沙漠上的一个动物 丹顶河 丹顶河 你想得出来 我是不知道 哎 这个沙漠上 就是说 这个戈壁堂上还有很多野生动物 对 再来一个 一二三 哇 可以啊 可以啊你 又要背 哎 每天出来就要背 哈哈 他都心软了 好了走喽 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哈米瓜园 看一下中国哈米瓜园川 地壁堡 哦还有路边上这个有能啥的 你们叫啥 向日葵 向日葵啊 这个还有好几种颜色呢 我看 我看一下 原来地上都是刺 我被它扎死了 我也第一次见到还有红颜色的 我们老家也是黄颜色的向日葵 这个还有红颜色的 我们现在真的不适合上的这个东西啊 所以我们去前面看一下 五百米就到了那个 瓜羊 看一下 啊 如果你过来这边休息会儿 全都是灯子也是刮的啊 啊真的 我看到了 他这个 看一下这边山山坡 还有做的椅子呢 专门在哈米瓜做的 哈哈 金喜米的 现在都知道是吧 金喜米椅子 那个是喜酒杯25号的 哈哈 那个是哈米瓜17号的椅子哦 可以笑你随随便便就可以的 现在卖哈米瓜卖多了 一看到这个哈米瓜椅子 都知道它是什么品种是吧 嗯 外面的皮子都可以看出来 几号挂了吧 哈哈 这做的是一个垃圾桶 很好去看一下 来了 嗨 好死了 好 准备好预备 很好走 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哈米瓜瓜样啊 我们进去看一下 要不要门票 反正我们哈米 大部分就是旅游街店 不要门票的 免费的钱的时候 先看一下这边要不要 哇 这么大的旅游街店看 一个人都没有 全都是免费啃的 所以哈米瓜羊 主要是介绍的就是整个哈米 住的就是哈米瓜的品种和历史啊 文化 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还有哈米瓜的历史 还有古代的很多东西走 这些是几号挂 你看一下啊 天下第一挂在这儿呢 好去看一下 天下第一挂看一下这是几号挂 前面再去看一下 这个挂是新鲜的 欢迎大家来品尝 看一下我们这个热觉多认真 前面还有一个湖呢 等会我们去看一下 有个湖 是喝水的湖 还是有水的湖 有水的湖 哇 那个山羊也都比一个好看啊 好 站在那个哈米瓜十几号上面 面 那个山羊下面有这两个那个 嗯 胡子 胡子是这样的 它有两个这样 嗯 这什么呢 有叫船的那个 胡子吗就是 什么灵 你想说什么意思呢 都一我二 很少见那种的 嗯 不是那个石油鸡不是有的嘛 嗯 那个孙悟空那个 哪个鸡鸡 嗯 就拿上那个 大大的那广播的样东西那之类的 嗯 大跑的那 你们叫啥那个 我忘记了 想不起来 我鸡鸡我说不出来 铃铃铃铃铃 铃铃对对对对 它有两个呢 它有两个铃铃 嗯 我说的不是胡子 啊是铃铃 嗯 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 啊有个生态厕所是河南园建的 啊也就说明这个哈密瓜园 应该是河南园建的一个哈密瓜的文化博物馆 它主要就是介绍哈密瓜的一些品种文化历史 还有产品展销啊 以这个为主 啊刚才鼓励说这里面有种哈密瓜 啊应该种出来的哈密瓜也不是为了卖 应该也是为了向外人介绍和推销哈密这个特色产业 哈密地区十佳旅游景点 上面写的就是哈密瓜历史文化馆 那个书是什么书啊姑娘 枣树 啊这边两排的书也是枣树是吧 这西游记哪个书呢就是他们的那个这个那个房子 哈 这种房子那个古装片里面很多啊 你什么都联系了西游记你的童年只看过西游记是吗 啊我们大概走了两三百米是大门 哈密贡瓜 进来以后啊这就有个标志性的哈密贡瓜 也就是古代用来这个当贡品的啊 贡给哈密王 上面写的是公元一六九八年 距离现在三百多年了 Garden 你们读Garden是吧 啊我们读Garden 你们读什么了 那维语怎么读啊 哈密贡瓜 哈密贡瓜 他这个里面本来全程是叫古力介绍的 实在是他也不会介绍 上面有写的中国哈密甜蜜之旅 第十五届哈密瓜节 也就是说今年是第十五届 在这个哈密瓜这个圈子里面来讲 这应该是最有名的 因为是原产地嘛 每年的哈密瓜节 这里就聚集所有的本地的外地的外省的一些瓜农 对哈密瓜感兴趣的想做哈密瓜生意的 全部在这里集合 大家都可以屏障到各种各种品种的哈密瓜 这个两旁都是红枣树 我们看一下新鲜的红枣 我吃一颗 我们看这个地上掉落这么多红枣 也没人捡也没有动物过来吃 我之前这边过来参加过这个哈密瓜比赛 这个一条街上 专门做的就是哈密本地生产的就是特产 新鲜水果呀 不光是哈密瓜 反正在自己的 本地哈密生产的所有东西这边摆上 有一个比赛呢 而且在那天就是来的游客也特别多 如果他们比赛比赛了 就是有奖呢 一等奖二等奖 把每个中哈密瓜的 品种最好的活奖 就是给他们奖进 几千呀几万呀 现在国家的政策特别好 因为上面管的这个布料就是我们民族 他们做出来的地方就是河田 这就很有名的是吧 也很贵 很贵 我们看两个维吾尔小朋友在这里在红枣 地上掉落这么多红枣 我们比赛 是 mates Special Katherine 最大的女生 这一个女生 每三个年或十四个生长 我继续は 今天 ajudar人 为什么 至少 ograf最后 好像许久没有喊口号了 这里是新疆北部我吃土的地方 哈喽 下班了 下班了 现在呢你这里还得先打个招呼 你早点说就我给你做一大半斤米饭 这个是昨天生下的饭 烫饭是吧 吃这个 每天烫饭面条烫饭面条 能不能换个花样 你没听见我睡的声音吗 我洗了通我又站了青蛙被子 今天干了很多 青蛙被子洗完了是吧 没干到我真的让我去洗给你的了 我真没看出来你这个桶是新的 感觉没有变化 洗了 里面放的水干净水了 因为冬天了过不了了 这里面也有很多青蛙被子啊 并不干净了 其实冬天在自来水里面出的一点 哦 它自来水出来就是有青蛙被子 嗯 啊 冬天这个冬天过不了啊 嗯 咋办呢 过不了我们去住个房子呗 嗯 冬天过不了我们去住个房子呗 嗯 这样我住一个房子 今天就学校冬天 做房子 没干净 这个冬天水冬了就要喝啥了 哦 冬天水全部会结冰 没法做饭 我还说哎呀 算了算了 就和我家的时候 哈哈哈哈 你不是说 你不是说你们不能捅去的吗 嗯 可爱上了 嗯 今天好不容易来水 接的满满的 都露出来了 看一下 算好吃的 这个是他们的一日三顿饭 都是狼饼子 那还多了两个月饼 我喜欢吃的 这个是为什么 他们没有经常炒菜做饭的原因 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主食 一个狼饼 一碗新疆专场 就是一顿饭 伯娘 现在热酒不在 做点大人做的事情是吗 哈哈哈哈 两个眼睛灯这么大干嘛 这么大年龄 就因为这么大年龄 所以才应该做这么大年龄 应该做的事 二十二十 就大人做的事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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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林妹妹给我发了个微信 叫我给她送个黄面烤肉去 她的上班 哎 不知道怎么跟古林说一下 刚才你妹妹给我发了个微信 叫我给她送个午饭去 好 那我就去给她买了 好 好 走吧 18块那个 那个够烤两串烤肉了 两个 两个都要 旁边店里 两瓶一份打包 多少钱 10块钱的两瓶 8块钱的烤肉 还一瓶水 给她送过去 把我妹妹上班的遍了 哎呀 你是知道我要来 好 准备出去 哎 哈哈 就这么 就都这么巧 是吧 对 上学了 就你一个人 嗯 还不早 说 嗨我的妈 我以为你店里面多少人呢 就你一个人 那为什么 怎么会这么大个店 就你一个人呢 你裁员了嘛 越来越年轻了 比以前年轻多了 年轻了 没有呀 比以前也瘦了 也年轻了 也漂亮了 没有瘦 不要瘦一样 啊 看着比以前瘦了 那你还要回黄田啊 嗯 你要送我吗 你 可以啊 我还说今天叫你出去吃个饭 看个电影 那比六在黄田上三年幼儿园 嗯 小学呢 小学在那上吗 吃饭上 哎我饿死了 我看你一年染很多次头发 嗯 基本上每个月看你的头发颜色都不一样 嗯 我看一下 摸一下 因为染太多次了 头发质量不是会变差的吗 哎我看你也挺好的 咋回事 就是后面 果然会保养 那你们这个店就你一个维族人吗 这是补气的 香生 当归 黄芪 百合 百合是很神的 黄芪和香生都是补气群啊 要点上班确实对你有好处 学会了不少 我提前进入了老年生活 哈哈哈哈 哎你这个照片拍的这么漂亮 这年轻时候拍的是吗 八十年 你这应该十八岁时候拍的 吃不饭我再去买 我没走 没关系晚饭一起吃掉 过来就是叫你下午去去外面吃饭 玩去看电影 那不是约你吗 你看整全套想的好好的 你能不能提前约完 也都是那种屁都到中文眼 就填了你去 你有假眼吗 我看你的眼神有个发闪闪发光 多少眼 哎呀 很多找你下微信 我 或者是抖音号 我说你家单身 很多人说要过来 你每天的饭都有点假的 眉毛是不是假的 假的 这么好看 你眉毛是真的 真的呀 这么好看 我看 哎呦比利又真正遗传 你这一点挺好的 睫毛很漂亮 你这个是不是学生证 我看一下 是不是以前读大学是否的学生证 是 现在拍的 不可能 怎么得二十岁左右 那也没有过三十啊 画给我闹的 我的右手养 今天说要花钱 右手养就花钱 左手养就进钱 你要是 你要是哪天在家拍的话 如果把我爸扔火了 他绝对给你炸掉 没有没有 鼓励过生证的时候 去你家 不是也在拍 你爸妈知道 知道呢 她知道呢 但是如果对方那种 我老爸心情不好 不不不不 你老爸还是挺喜欢我的呢 你看多好比一家人 还比你装 是吧 你爸妈一直挺喜欢我的 你碰我 我们家的人都上队子 说公子好 你赶紧去背一背 去吧 把大的老的少的都骗到手里面 大的骗男骗小的 小的骗男骗老的 行爸那你忙吧 我走了 好 好 拜拜 拜拜 啊 啊 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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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在我身上 你好意思吗 哦 我 我的腿啊 我的老腿啊 嗯 嗯 我以后他要保护我 过来打你的 结果两个人都起在我身上 啊 我的老汗腿 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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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十二点了 大家都睡了 比利尤的妈妈睡最里面的房间 鼓里喝热酒睡中间 鼓里的爸爸妈妈睡客厅 我呢 睡这个房间 但是这个 比利尤 他不去睡觉 他还要跟我玩 比利尤的 比利尤的 夸他 我说 不要 夸他 他要给我吃 比利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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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比利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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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尤你去睡觉好不好 去妈妈房间睡觉 不要 还不要睡 哥哥要睡觉 十二点了 我说我要睡觉 叫他去跟妈妈睡 他不去 非要在我这个房间跟我玩 热酒又跑进来 热酒跟比利尤两个人都喜欢跟我玩 他还会怕媚眼 谢谢 小细菌 他睫毛很长很漂亮 睫毛 漂亮 对漂亮 beautiful 我现在只想你去睡觉好吗 去跟妈妈睡觉 不要 不要 还不要 哥哥要睡觉 去跟姐姐睡 去跟穷喇叭睡 都不要 完了 十二点了 他们几个人都睡觉了 我也想睡觉 可是比利尤要跟我玩 不可以 不要睡觉 不要睡觉 刚刚把他送到他妈妈的房间去 他过了一会儿又跑过来 他非要跟我睡 完了 别人要哥哥要睡觉 不要睡觉 我不要睡觉 睡觉 睡觉 你不睡觉 你不睡觉 哥哥要睡觉 他嘴巴不停的说不要睡觉 不要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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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要睡觉 不要睡觉 我给你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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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早 跟他把拉链拉上了 他就站成这样子 应该是在学校学过的 你好 你说你说 ok t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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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了 不要动 t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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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说等着会儿放 这么急的放进去 我说等着会儿放 已经这个肉滑了吧 嗯 已经这个肉滑了吧 快点放了 这个羊是自己家宰的是吧 上次过年杀的羊 男饼嘛 就一次性买了一年的男饼 吃一整年 一袋 两袋 肉 两袋 肉 三袋 四袋 南饼 三袋 基本上是一年的肉 和一年的南饼 啊 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吃呢 为什么不是像我们一样 就是吃多少买多少呢 哪儿的 南饼 南饼 这里还有 嗯 你说南饼饼子吧 对啊 南饼子是我们也偷见 别人给我们打的 大饼子 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 就是不吃多少买多少呢 哎 他们没时间 一天搭上几百 几千个南饼子 他们 你这样一买就是买一整年的 你这么喜欢吃南饼 这也是我 我明明拿着一遍 我拿着一遍 所以我之前不理解他们为我家庭 几乎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冰柜 因为我说一个冰箱就够了嘛 他们还需要一个冰柜 我就不理解 现在才知道 他们这个冰柜专门是存放南饼和肉的冰箱里面 才是储存的每天生活需要的一些食物 冰柜嘛 是储存一年的食物 有意思 我刚还以为说三代南饼就已经没有了 就鼓励去房间 床上还有五代 现在搞得连冰柜都装不下了 这说明说我们多么爱吃南饼 对啊 真的爱吃南饼 这边还有 快吃了吗 那个吃了 因为这个特别硬 听到声音 特别硬 所以他们都是泡泡奶茶 是吧 嗯 哇 比溜怎么这么厉害呢 才三岁就会啤叉 哇 他都会说普通话 他说三岁啤叉了 厉害 他这个就是天生的有跳舞和念体操的基因 哦 哦 这上面有个牌子 瓜园人家一条街 哦 相当于是一个民族风景街呢 是吗 嗯 就是很有你们民族特色的 哦 对对对 传统的维吾尔珠建筑 国家补助的 全都是每个人的花家的 嗯 嗯 看英语晚上过来朋友叫 对 好好看好你很好 不要再激缩了 哈哈哈 叔你看看你了 嗯 哇这个红角树里面很多山羊 山羊吃红角吗 是啊 吃是吧 嗯 难怪好多山羊 叔叔我来了 我觉得这个树应该是伤生树 这是叔叔你来了 啊 我来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四十五岁 啊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四十五岁 结果这上面有一个这个牌子 我们看一下 山树 啊 树林四十五年 啊 继续往前面走吧 你约四十五岁 就说我来了啊 哈哈 啊 啊 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哦 你撞到我了 你撞到我了 哎 哈哈 嗯 啊 啊 快快过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又发现什么好东西了 你 嗯 这个是古代就是非要解释的 我不敢啊 我怕雨哦 吐了 哎呀 水鬼吗 叔叔你看 可乐波伊 啊 库勒波伊 龙家乐 我太难念了 啊 库勒波伊 用美语就很简单 怎么说呢 库勒波伊 他都是为我做的分割啊 嗯 外面的 外面打囊的那个囊坑呀 嗯 桑树呀 就能够了解上画的那个 减少的那个 嗯 嗯 土椅子呀 全都是我们的古代的时候 古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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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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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我看到发现他们这个 所有的房子上面 墙上全有这些灯 啥意思 那晚上是不是全部开起来很漂亮 不是不是 啊 这个是每年 啊 刚才刚才不是说了吧 嗯 每年不是在住这 刚才我们过来的就那一条街 嗯 不是个 每年7月22号在这边 哈密瓜街 哈密瓜街嘛 就那个时候这边存着的所有人们 把自己的房子也开个度假村 嗯 就里面做个树长翻呀 啊 宝子什么什么的 就是 新疆特产 新疆特产做个饭 外边搬个草肉 那边搬个岩石一样 就那样 啊 他们也就是 就这样 嗯 他们就这样做个生意 两家的 啊 也就是 也就是说 平时他们那个灯不开的是吗 啊 平时不开的就是 就这样 就这样 活动一样 结加热的时间才能用 才开起来 开起来 啊 哎 这个古村座真的是很漂亮 我们走过去看一下 这个房子全都是 而且这边挺干净的 挺安安静静的 对对 你只能再听一下 你不说话的情况下 可以听见 对对对 刚才我就听到了 特别安静 但是我听到 一般我 一般我那边那个 厚房子旁边 全都是声音的 半发车大火车的声音 听不到一个苍蝇的声音 这边说明全是 说明就是 可以听到苍蝇的声音 说明啥呢 环节好安静 一二五八八八的声音 我牵手就那个红了 确实 刚才我 我们刚才没有说话的时候 耳边确实 全都是苍蝇的声音 这边环节很好很安静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哈密 哈密河 国家湿地公园的一部分 这边有景点 我们走到这个村落的尽头了 这后面就是哈密河 很漂亮的哈密河 原始的风景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南坑和那维修人大 跟你们家南坑不一样 你们家是圆的 这个是正方形的 我们那是坐着打的 这个站着打的吗 那是站着打的 那是站着打的 那是坐着打的 是为什么呢 老了 老了一家这样 站着就是非常反面 所以可以那样 这样顺着走 就是说如果站着做会不会这样 嗯 嗯 好好好 哎呀生奇迹 我抖一下咱 嗯 配合一下是吧 嗯 如果我们也没有雨天的话 还有还有这边是那个哈密瓜 举办哈密瓜节 哈密瓜节 到时候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整个就是那天哈密瓜 啊 场景 那场景你看一下 顺便让你重 像的就是 你想不到的那个 热闹 热闹和精神 没有那样自由自在的走不下去 嗯 妈妈 生情并茂 很好 嗯 嗯 对对 每个家庭前的都有个树 叔叔 根据我的仔细观察 我发现 有些树是依靠 屋子长大的 有些树是平时的 并且这些树都是很很老的树林了 你看一下 随便找一棵这棵树 这棵树都快赶上你了呀 哎 你都快赶上这棵树了呀 哎 咋心哪 咋心哪 嗯 对对全都是农民嘛 现在他们大伯父在那锁着呢 他们他们在地里面 家里面也有种地的 哈密瓜红枣啊 对对对 啊 这边都有烤肉酱 那说明他们就是 啊 节假日啊那些 啊 然后 出来做生意 可以 我来一串 新疆烤龙一圆一串 哪一串哪一串 好嘞 我给你来我来十块钱的 你要是做不出来 我跟你讲 我把你放在上面烤 这个美鸡老板有点恨 新疆羊花扎 来来来来吃烤肉啊 吃烤肉啊 两块钱一串 你要的十块钱的 是刀囊羊肉 刀囊羊肉 十块钱一串 哎呦 这个刀囊羊肉 确实有点贵啊 还有西 我 我跟妈妈两个走了 好嘞 今天周末 带热酒到大草原 体验新兴念念的骑马 哇 我的家乡 原来怎么这么漂亮啊 看一下 全都是个乐友经典 这边前面啊 我哪一辈子 只待着哈密和黄田 从来没有走出过自己的家 都不知道你的家乡这么漂亮是吧 啊 这边讲的路方也挺好看的 看这个蒙古包 对啊 我就说这边是现代华的小区 这边是蒙古包 啊 很有一番特色 对 今天我们来的晚了 他们都收拾在这个蒙古包呢 那边刚才热酒说是孔雀园 实际上是孔雀园农家乐吃饭的地方 哈哈哈 超帅了 嗯 哈哈哈 哎那个是三鸟啊 这背巴是长长特别好看 嗯 哎呀 这个很漂亮 哇 这么多蒙古包 他们这个是怎么收费也不知道啊 想问一下怎么收费 住一个晚上 在里面吃喝 哦 那看这里 土工英 避暑山庄 这就七八在那边呢 嗯 但这里很凉快 凉的那个感觉完全像冬天一样 就触动的感觉 吹过来风也是冷的 所以这边都是很多 很多你们本地人会来这边避暑啊 夏天啊 难道是在这边起来 我们问一下 他是不是收费起来 这里就是一大片都是什么避暑山庄 农家乐 啊 专门是提供给游客 阿凡奇山庄 啊 对 鼓励到阿凡奇山庄 鼓励你叫阿凡奇为我们免费 哈哈 马上眼睛瞪着我 鼓励在问价格了 去啊 戴着口罩拍照 拍照就不要戴着口罩 是不是撒伤 热酒 特别会拍照 咋的 起啊 我给这份 多少钱 从那一圈过来就是 是 30 哦 就算走一圈是吗 骑一次 马养这么大也不容易 跟鼓励做了一下思想工作 我说我们难得过来一次 这么远过来 热酒也从来没有骑过马 很想骑一次 我说30就30了 反正20跟30差10块钱 可以啊 像那么回事 这有啥好酷的吗 真的是 嗯 确实这里适合避暑 哈密市区30多度今天 但这里应该在20度左右 甚至十几度应该都有 特别冷 风景很好 啊 气候也很好 但是呢 这个来的游客还是比较少 这边毕竟离这个市区太远了 嗯 很多人想来 都要齐前几天安排时间 因为来一趟确实不容易 开车都得两个小时 前面这条主干道 啊 是哈密市通往伊武县 唯一的一条主干道 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大货车卡车特别多 啊 因为它是 很多从 啊 内地 或者是从新疆其他地方 运的各种物质 运往这个伊武县 然后那边大部分就是戈壁 沙漠 啊 物质也是比较匮乏 那边厂 还有煤矿企业非常多 我们这段时间卖的这个 烙毛湖的哈密瓜 就属于伊武县 烙毛湖镇 啊 它是一个边境小镇 啊 跟外蒙古是挨着的 所以那个地方非常远 另外也有很大一部分 从伊武那边运的这个 新疆特产 比如说烙毛湖的哈密瓜 最有名的啊 还有其他一些特产运往内地 啊 全都要走这条路 好 古丽和热酒 哈哈回来了 古丽和热酒 骑了一圈回来了 就这么走一圈 啊 走一圈 大概是200米 30块钱 古丽和 啊 其实也不贵了 古丽说很贵 不想骑 后来跟他说了一下 我说别人做这个生意 也不容易 游客并不多 第二个养这几匹马 养大也不容易 你指这个架 拍照是吗 你被吓傻了吗 很好 上也害怕 下也害怕 哈哈哈 骑骆驼 骑马的 又哭又喊又叫的 还骑骆驼 不是 那个马是这么走的 我给你演示一下 嗯 那骆驼呢 骆驼肯定是这样子 嗯 想不多了 等会骑骆驼又哭 我住了吗 骑马骨一遍骑骆驼骨一遍 世界有了你 世界变得好美丽 这个边上是被拆掉后的蒙古包 像不像鸟笼 远处是完整的蒙古包 里面有人住的 真漂亮 叔叔 你看看你们这像不像你们那个地方 绿水青山的地方 确实 这半边就像我们那里很像 你朋友这边热酒像不像你们那里 像不像你们的家乡 沙漠戈壁荒凉寒蜜 很像 叔叔 那这就是鲜饼的对比 你看这里是那边 那里是新疆 他说的也对 早知道拿过来一个大桶 我都新鲜把这边的牛 寄过去牛奶喝嘛 哎呀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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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次不要飞快行速啊 慢一点 你不要扛 抓紧了 这次不是飞机 这次是动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到了 你上洞车你会把我这个洞车压抱着 我捡到蘑菇了 这些卖蘑菇的 卖野蘑菇的 全都从山上捡的 捡下去卖 他们好像在擦蜂蜜 我去看一下 太舒服了 水果是凉的 多学习一些学习以外的知识 听到了在做红枣蜜 还有沙枣蜜 沙枣蜜就是在他们这里做的 古丽卖的沙枣蜜 就是在他们这个地方做的 纯天然的 这就是沙枣的是吧 沙枣这个红枣 这有沙枣蜜枣养风专业 国家信用3A级的 这个是红枣的吗 红枣的吗 还有红枣的吗 这个门口就是一大片草原 养着奶牛 还有羊 还有马 四周都是草原 很漂亮 老鹰 刚才我看到过 对 这个老鹰好像就是守护这一片的 专门抓野兔啊 老鼠啊 这一圈 就这一户牧民 剩下全是大草原 那边就是沙漠了 那边就是沙漠了 对 他们养蜂的专门在这里 沙枣蜂蜜去哪儿都贵得很好 对 因为这个蜂蜜有一些中药的作用 美容养颜 别人说了 止咳润肺 所以它确实贵 好了 上车 下一站 哈密 有别人 写 我 eng